请和讲 下面我们把书翻开到461页 前面两堂课 我们已经对谭乱大师 他对无量寿佛名的解释 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一个就解释为安乐净土如来别号 第二解释为寿命长远不可思议 通过我们的学习 我们了解祖师的解释 却是精妙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信心 那么其中我们 这两点我们做了一个展发性的思维 就说读到后半的寿命长远不可思量的时候 我们就联想到前面 也还解释过无量寿 所以我们把两处做了反复的比较说明 这是一种思维方法 接下来今天我们就要看 善导大师的解释 那么为什么能够想到善导大师的解释呢 可能一般人看书这里 我读《往生论注》嘛 就读《往生论注》就好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思维的方法 因为无量寿 这佛的名号 是我们这个法门的根本 大经说文七名号 心情欢喜 小经说文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那么对这句名号的解释 我们相乘祖师的解释 那就非常的重要 谭乱大师这样解释之后 善导大师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所以这样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说 把我们相乘祖师的法意 贯通的来学习 尤其是呢 谭乱大师在解释 无量寿经 由婆提舍怨生计 也是论的名称 善导大师是解释观经的名称 佛说无量寿观经 那么在解释经题的 这个经体 就是它的体材 它的格式 句式都有累同性 这样我们来比较学习呢 就更加的了解这句名号的方方面面 就好像是一颗魔力宝珠 或者是一颗翡翠 不同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光线都有不同的折射 让我们呢 目不暇击 所以我们今天呢 来学习 善导大师 对无量寿 这个三个字的解释 以让我们呢 一个是更深入的了解 再一个也可以跟谭乱大师的解释 做一个贯通 对比 我们来学习哈 其实祖师都是有加持的 但观经书相对来讲 我还是比较熟悉啊 像这里的标点啊 分段啊 也都是十多年前做的 这么长时间也都经常来学 但这次呢 因为读 网圣诺著 谭乱大师的解释以后啊 我就联想到 这里来翻看 就发现啊 确实 有新的这个 发现 比如我这次讲的四转 就这次学习的时候呢 新的 一个理解 以前没有这么看到 虽然分为四段 没这么明确的来分析它 那我们来看 我先边读啊 边简单解释 言无量寿者 乃是此地汉音 言那妈阿弥陀佛者 又是西国正音 这第一段 这每段前面呢 我们都标 有一个小标注 就是梅柱 这个梅柱呢 大家也要注意看 别看这梅柱 三无量寿 底下呢 有不同级别的 那个一二数字 这底下就标了两个 第一是所念之名 这所念之名当中呢 又有三点解释 一二三 带小夸胡的 那么第一段 就是刚才我所念的 叫六字正音 这些呢 字标的上面 都有特别的含义 第二个字呢 就标的是名义一体 第三呢 标的是人法并章 所以在所念之名下面呢 就有这三点含义 跟所念之名相平行的 第二就叫所观之境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梅柱 就知道 这无量寿佛名号 就包含两种三昧 所念之名 就是念佛三昧 所观之境 就是观佛三昧 所以如果 所以我们编这个 是非常用心的 你不会看书 你觉得没什么意思 你这样一看 这难道是我们自己说的吗 所以上海道子解释 无量寿今有两种三昧 既念佛三昧为宗 以观佛三昧为宗 这是从他的经的题目 无量寿三个字里边 就已经包含了的 所以在这里呢 他都把它说成很清晰的 在解释无量寿里边 已经有两种三昧了 这是在世民门 宗旨门说的两种三昧 在世民门当中 你要会看的话 就已经很清晰了 所以两种三昧 都含在一句名号当中 那我们再看这个 所念之名呢 所念之名当中呢 就是第一段 刚才说的六字正音 这六字正音 是要说明什么呢 是要说明我们念六个字 我们念佛 是一念六个字为正 到底是念四个字 三个字几个字 所以它是有很讲究的 言那摩阿弥陀佛者 又是西国正音 正就是说规范的 标准的 发音 是应该念六个字 那么这段话 从哪里来呢 这么一个结论 从哪里来呢 大家都要去丰富的思维和联想 这段话 其实它的经典一句 你们能想到吗 为什么这无量寿 是此地汉音 念 那摩阿弥陀佛 这就是西国正音 这是来自于观金 夏夏品 观金夏夏品 善有告言 如若 不能念比佛者 应称五量寿佛 如是至心 令神不绝 称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呢 汉音的手法 他就说呢 应称五量寿佛 这是五量寿佛 三个字是汉音 但起实念的时候呢 如是至心令神不绝 称南无阿弥陀佛 具足实念 称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真正念的时候 他是念了六个字的 梵音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呢 是一念六个字的标准 这是观金 十六观 夏被 给我们的启发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 联想到 那我们看他的句式 言无量寿者 乃是此地汉音 言什么者 这就是谍标 上一堂说过了 他是呢 言什么者 这三个字 打了夸胡 这三个字 从哪里引出来的 抽列出来呢 就从前面 四百六十页的第二行 经言 佛说无量寿 观金一卷 这每一个字 每一个说言佛者 就解释佛字 然后言说者 解释说字 到我们这里呢 就解释第三段了 言无量寿者 这个言是从哪里引过来的 乃是此地汉音 所以 这个善导大师的用的词啊 是特别考究的 乃是 它等于就是一个语气词 说明啊 这个无量寿啊 它呢 是我们中国人 所发的声音 所以这个乃是 这个语气词呢 就直接跟着无量寿 有一种瞬接关系 那么这里呢 底下 言 那妈阿弥陀佛者 又来个言什么者 这两个关系啊 是很对称的 就说明这个无量寿 跟那妈阿弥陀佛 是个对等的关系 又是 习国正音 加了个又字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一转 就从 无量寿 这个音 汉音 转为泛音 这是第一个 转 就无量寿 是此地汉音 它要解释为什么 解释为 成六个字的 南无阿弥陀佛 又是 西国正音 那么既然讲音的话 那就是呢 口称佛名的 发出声音的 所以我们念佛 是称名相 这个称名为宗 这个大家得细细的去观看它 我们再看第二段 那么第二段 我们为什么分为第二段 所以编书啊 不是说把它所有的列在一块 这一定要分段的 因为它是第二个层级 就好像我们历到穆德链珠 它每一年都有一个连轮 它不可能混在一块 这第二段呢 有第二段的意思 所以呢 在祖师的用语当中 他用了一个又字 这个又就是代表又一层的转进 又一层的意思 又 拿者是规 摩者是命 阿者是无 米者是量 妥者是受 佛者是绝 我们把这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呢 也都一一的打到引号 这样大家一看的时候 眼睛就会 同一类型的符号 就会呢 直接的进入我们的眼帘 让我们有一个 因为它是每一句是分开的嘛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自然的 通过这样的标点 让我们会归纳 把这六个字 一下就缩在一起 故言归命无量受绝 这就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呢 先一个字一个字说 因为中国人发字啊 是单英节的字 所以配对中国人的习惯 总是很慈悲 把它很详细的对列出来 然后底下说呢 此乃 泛 汉 相对 其意 如此 这个此乃呢 他也有 一种非常唯细的意思在当中 就是这个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 念的人 未必知道 他是归命无量受绝 他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 此乃 所以他用这个词啊 这是什么 这里边有这种含义 泛汉相对 泛因 泛指前面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因 汉呢 就是归命无量受绝 这个义啊 就是泛因 汉因 泛语 汉语 相 一项对应的话 那么他的内涵意义是这样的 其意义如此 那我们通过这一段就知道呢 啊 这是这一段是讲义的 讲他的内涵的意义 当然前一段 讲的就是明啊 所以明 这是义 这个义呢 我们前面标上叫做明义 一体 那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六个字的南无阿弥陀佛 他这个名号 就必然含有 归命无量受绝的意义在当中 这是一体的 这个一体呢 是从法体本身具足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通过这两段话呢 就可以得出一个理解 就是说我们念佛 不管念六字 南无阿弥陀佛 他是念五字 南无阿弥陀 还是呢 四字阿弥陀佛 三字阿弥陀 L字弥陀 一个字佛 不管念多少字 不论字数多少 他都是具有 归命无量受绝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因为只有在这个 一个字一个字翻对的时候 要泛含相对 他才这样 其实我们念的人 也未必要一个字一个字相对 他就不管你念几个字 因为前面的人说过了 也无量受者不就三个字吗 三个字也是归命无量受绝 然后发音呢 不论什么发音 你念汉语的发音 也是他的意义 也是归命无量受绝 那么你念梵语的发音 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意义 还是归命无量受绝 所以有的人说 你看他的发音 我们通过这一段就知道 不管你是四川话 河南话 陕西话 甘肃话 你怎么念 意思是一样的 佛都听得懂 你不要以为说 你看我这个发音是不是不准确 你说南无阿弥陀佛是犯音吗 变成无量受 这个人生意就 就不知道差多远了 那么佛能听不懂吗 念无量受佛 佛都不建议你去往生吗 把南无阿弥陀佛都念成无量受了 都不影响你往生 何况你念个南无阿弥陀佛 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怎么 我要这个浙江话口音 那没有问题的 再说你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你就是翻译在中国发音 跟印度的古发音 就已经是变化很多了 佛这个字 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 真正说是南无阿弥陀佛陀 那我们中国人觉得绕口 因为佛这个发音是佛陀 两个字叫不等 那你现在也不念不等 现在 所以不要在这个声音方面去考虑说 哎呀到底是怎么念准 你念的是这种佛就知道了 佛他不智慧吗 你要小孩念他妈哈 如果现在搞计划生育 他只一个儿子了 过去儿子很多 这个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好多 有的儿子口齿伶俐 念妈妈念的 那就是很清晰的 自证强缘 那么还有的儿子是个大头呆 舌头不倾诉 他喊他妈 他妈听不懂吗 他哪也听不懂呢 他鼻子哼一下 妈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说念的不准确 不是在这方面 这是主要是要有闺蜜无量受决 你有这个心意在 你念是梵语 你念是汉语 你念三字四字五字六字 都没有关系 啊 所以这些呢 都是祖师示意 给我们的启发 第三就是 不论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念那妈阿弥陀佛的人 很多人他知道是 闺蜜无量受决吗 不管你知与不知 这名号的法体 本身就具足 闺蜜无量受决的意思 这个才叫民意一体 民当中一定有这样的意 只是说你知道 不知道而已 你像一个八个鸟 他念 那妈阿弥陀佛 他懂得叫闺蜜无量受决啊 那鹦鹉他能知道吗 你跟他讲 他还是 他还是那妈阿弥陀佛 他不会给你 但是他有这个意思 这是法体所具有的 所以这个才叫民意一体 所以我们标上泛汉相对 就是可以用泛汉相对 来这样理解 也可以直接的就具有这样的意思 也可以你懂也可以不懂 他这里边标的没住啊 对于他的意思啊 那我们看第三段 金言无量受者是法 诀者是人 这个词就不一样了 前面讲诱 你看下面又讲那个诱 这三段呢 第一个嘛 当然是起头一段 言什么者 那就没有 第二段讲诱 最后一段也讲诱 但这个一段呢 他讲经 注意没注意 那么这个经代表什么呢 金言无量受者 当然显然他是另外这个语气啊 又转换了 所以我们前面两转了 从无量受的汉音 转为南无阿弥陀佛的梵音 然后从梵音的发音 转为闺蜜无量受者 诀的意思 名转为义 这里呢 从义转为人法 那么这里从哪里来的 怎么转来的 金言无量受者 这里的无量受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三个字 然后绝者是人 这个绝从哪来的 大家知道 这里的无量受啊 是闺蜜无量受绝 这里边的三个字 绝是闺蜜无量受绝的 第六个字 所以金言是直接 就了这句话 就闺蜜无量受绝 泛汉相对 其义如此 就这六个字里边 抽列出四个字来说明 这无量受不是前面 言无量受者 言无量受是个大的题目 这里边包含了六字犯音啊 闺蜜无量受 但现在呢 我不谈那个无量受 我现在 金就是现在 现在我取的无量受是 闺蜜无量受绝者里边 拿出三个字出来 这是法 绝者是人 你闺蜜吗 你闺蜜的对象 是人和法 我们归于三宝 佛是人 菩萨也是人 佛法身三宝 僧也是人 那么这个佛 圆满满绝就成为佛 分绝成为菩萨 或者僧 所以这里的绝者是人 无量受者是法 这样的话 就是佛的名号里边 你看这么一解释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名号当中 三宝全部都有的 全部都有了 这个绝者怎么是人呢 绝就是 我们可以看前面 这个绝者是人 讲的就是佛 圆满的 你看四百六十一页 言佛者 此土名觉 自觉觉他 觉醒穷满 名之为佛 所以这里绝者是人 讲的是圆满 觉悟的 就代表是佛 这个绝不是动词 觉悟的意思 也不是 那么也不是 这里主要是 觉悟了 无量受法的这么一个人 他成为绝者 人法 病障 顾名阿弥陀佛 这个人法病障 意思就很多 等会我们再专门解释 下面来一个 顾名阿弥陀佛 顾是一个总结性的话 就阿弥陀佛 能够成为阿弥陀佛 是因为他有什么含义 是因为人法病障 他才有资格 叫做阿弥陀佛 就说 阿弥陀佛这个人 就彰显了他 救度的法 底下我们 来详细解释 总之我们这里知道 从 闺命无量受觉当中 抽取后面四个字 做了一个解释 成为人法病障 就是 这个义 转为人法 那为什么抽出四个字 闺命两个字 闺命这两个字 为什么就 不解释了呢 因为闺命啊 能归的闺命 是依据所归的 无量受觉 发起的 如果对所归的 无量受觉 你了解了 它是人法病障的话 那么你自然 就产生闺命之心 如果我们念一般的佛 比如我们念 本世家牟尼佛 要是佛 其他佛 我们没有人法病障 有这个概念 没有 就是我念佛 比如说 即使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有的人以为说 我念阿弥陀佛 达到什么程度了 发了什么菩提心了 相应什么程度 我这个才可以往生 那这个人法 是人是人 法是法 如果人当下就是法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应生极限 我是救度你的佛 也是成就你的法 那么你念的这句名号 这个法当下就是佛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是一个法 这个法要我修 我修到什么程度 身上发热了 我心里面怎么样了 那阿弥陀佛的人呢 人还没有人 人还没来 那不就人法分离了吗 说我念了一辈子 每天念三万生 念三十年 终于阿弥陀佛来了 那人法怎么叫病章呢 那就不是病列的了 人法病章是同时出现 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念佛之法 同时这句佛号就是佛 这个你心里面就当下就落实了 那么我们发起这样的闺蜜的心 如果你了解这些 你自然就会闺蜜这尊佛 你不会在那里 这个左右摇摆 心思不定 所以这闺蜜 只要解释四个字之后呢 能归的闺蜜 自然在当中 因为能所一体 所以这里略了不略解释 同时呢 这里如果再解释拿摩的话呢 在这个文器语段上面啊 也有一些打仙差的意思 但是拿摩归命也特别重要 那善大大师在哪里解释的呢 其实是有解释的 说拿摩者即是归命 严拿摩者 在解释另外一个地方 在解释 玄义芬 在这个 和惠门 就六字名号解释 为众生必然往生 就说了 严拿摩者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严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思意故 必得往生 那个呢 是另外一种含义 以思意故 这六字名号什么含义 什么意义 就是必得往生 所以我们 可以把那一段 和这地方 如果你有那个思维力 你把它对照起来 再详细的 来理解 所以我们上海大师对无量师的解释 这里呢 是列了四点 同时呢 那里是有一处 这第三段 人法并章 顾名阿弥陀佛 所以呢 从这个义 就转为人法 你看这种解释 多为妙 一气呵成 就像这个上台阶 一个阶搭一阶 一个搭一阶 他都是顺着就来的 再看第四段 右 这右 用了一个字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完整的 把前面这句话 人法都成立下来的 又 言人法者 这个人就觉着是人这句 法呢 就是无量书者是法 这一句 所以言人法者 是所观之境 极有其二 这所观之境当中啊 他直接用两个字叫极有 一者一报 二者正报 这就从呢 六个字的发音的人法 关系当中呢 转出 开出 观佛三昧 作为所观之境 那所观之境 在观经当中啊 就有十三定观 或者是展为十六观 这不管是十三观 十六观 里边所讲的都是人法 这些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觉悟的境界 也就是呢 大涅槃界 这所有这些的一报正报 都是无量寿法的展现 所以叫做极乐无为涅槃界 无量寿的意思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啊 大涅槃法 无量寿 所以这个无量寿是法 是什么法呢 就是大涅槃法 不生不灭 常乐我尽 所以唐瀚大师解释了 无量寿者 言彼佛寿命长远 不可思量也 那么就解释一个常德 其实无量寿呢 具有大涅槃法 四德俱读 常乐我尽 那么觉者是人 这个人可以叫是我 那么净呢 就三种清净庄严功德 那乐呢 是安乐法 一行道 极乐世界 安乐国 所以这个无量寿当中呢 就这四德俱足 那所以不管是一报正报啊 都是无量寿法 人法的这个显现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四段文呢 简单的 一文来解释了一下 下面我们再来梳理一遍 我们梳理一遍呢 我们先看他的文具表达的格式 言无量寿者 在读书就这么读 古人读书啊 你看读经典啊 摇头晃脑的啊 这小孩在读啊 就是他读的很有味道 他也很有节奏感 言无量寿者 乃是此地汉音 乃是 耶那妈阿弥陀佛者 又是西国正音 你这样一听不就很清楚了吗 乃是又是 此地西国 汉音正音 这些地方你都给他有节奏感的念出来 他自然念的人和听的人就有呼应 又 来个又子 拿者是归 魔者是命 答答答答答 故言归命无量寿绝 此乃犯汉相对 其义如此 你懂不懂 都是这样子的 今言无量寿者是法 绝者是人 人法并章 故名阿弥陀佛 又 言人法者是所观之境 极有钱 一者一报 二者正报 所以你把这些词啊 你能了解之后 你就发现 所以上了大师 他说他的观金书 一字一句不可加减 都是这样子 你不能把又 今言无量寿者 改为又 无量寿者是法 那就完了 因为你如果改为又字 他可能会跳到前面 这个佛说无量寿经这三个字 他讲经言这两个字 一定不会跳到前面的 一定是接着最近的这句话 就归命无量寿绝来的 你把它跳到这个又字 那怎么能行呢 他这个节奏不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讲又言人法者 你改为一个经言 那又不妥当 这每一个字啊 都是很讲究的 乃是啦 什么词乃啦 什么极是极有啦 这个好像是虚词没有意义 但是用的都非常的恰当 好了 我们呢 现在就讲义来看 请于观金书宗祖宗室 无量寿 461页第一行 对照理解 我就列了四转 这四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四转的第一段 就是明 二是义 三是人法 四是观禁 这呢是前后衔接的关系 刚才我们解释的时候 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四转第一转呢 从汉音转为梵音 那是从无量寿三个字 跳转到南无阿弥陀佛 第二转呢 不管是汉音还是梵音 它是讲名号的 讲发音嘛 就称名的 第二转是从明转为义 就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正音 转为闺命无量寿觉 第二转 第三转呢 从义转为人法 那从无量寿觉这四个字 转为人法 第四转 从人法呢 转为观禁 所以善老大师这种解释 你说别人解释得出来吗 一两种三密 怎么解释出来的 这六个字里面 怎么就是观禁啊 所以一般人解释 就是观就是观 十三定观 怎么定善 怎么修行 怎么在这里观 他根本就没有解释出 练佛三昧为宗 更不可能解释前面这 什么梵音汉音 名义人法都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你说这个祖师 说都是大德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怎么就专门尊重上尔大师 就说的好像 说上尔大师 那个法理教育这么深邃 最深的 你对其他的大德 祖师 好像说他比上尔大师浅 这样是不尊重古德 我们有人对于这样的认识 这不代表我们不尊重古德 浅就是浅 我们说星星没有月亮亮 并不代表不尊重星星 就是没有月亮亮 那只有说你眼睛闭了 你瞎子你看不见 你才说不可以讲 那星星月亮 太阳都在天上 不能不能讲 他们都一样 怎么可能都一样 群星拱月 上岛大师的教义一出来 那就像满月光滑 上岛大师教义不出来 其他的大德解释是很好 不过那是一个星星一个星 要照亮大地还是差一点 这是不一样的 这并没有代表不尊重的意思 天上的星星谁敢不尊重 对啊 那你咱这样说就不能说了吗 这就要如实而说 这不代表不尊重 这反而是尊重的 不要搞得稀里糊涂的 稀里糊涂的人 是本身就稀里糊涂 他自己对法医的深浅 这个粗和妙 这个法医深浅粗妙 我们虽然不行 那你有本事你写出来 咱们做不出来 吃饭咱们不会做饭 吃饭还不知道味道好坏吗 咱们作为一个吃饭的说 这个味道好 那个不好 哪个这不能说啊 说了就对厨师不尊重啊 这你不说 那就说你舌头有 你今天是感冒了 舌头苦了 那你肯定是不知道好坏 所以我们 你读这个经文法义 你读祖师的解释 好就是好 妙就是妙 高就是高 散导大师解释这六个字 谁解释出来 言拿摩者就是贵命 一时发运回向之意 以阿弥陀佛者就是其行 以思一故 必得往生 从古到尽 没人这样解释出来 从今以后 除非你背他的文章 不让你 你只有背出来 真的没有的 所以我在解释 无量解释阿弥陀经的时候 我在讲解的时候 我也把偶遗大师 在我没有读到 善良大师的观经书 这个之前 那偶遗大师的 我们很崇拜 讲的确实好 但是如果真的比较起来 你看偶遗大师 就花了很多长的话 许多话来解释 但是 善良大师的几十个字 全部解释完了 我都要把它详细的对照 来比较 偶遗大师如果花一百句话 善良大师一句话就可以 这个就是说 他的力度就不一样 他这种 就是 概括性 总摄性 你看无量说三个字 那佛当然没话说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全法界 所有一切 什么一切三宝 佛法僧 所有这一切 万经万论万咒 都六个字完了 这就是佛 那你其他人讲一大堆 一大堆都是六字名号的注脚 所以佛的智慧高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 说我没有讲一个字 但虽然没有讲一个字 开显出无量的经典 虽然讲无量的经 归得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最高度的概括性 它显示一种智慧的大道质解 一以贯之 不用讲那么多 讲的越多 力量呢 就是力道就不够了 像我这儿啰啰啰嗦的 那就不行 但现在不一样了 不啰嗦的 看不懂 不愿意看 所以这样你读以后啊 你就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个 赛老大师的著作 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对祖师产生了 无限的从养 为什么你觉得非常的美感 说你这个信心 怎么会破坏呢 这样听完之后 哎呀真是哈 咱们能成为赛老大师 这个法脉的这个子孙 真是福报啊 这是哪一辈子修来的福报啊 这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古代的人啊 很讲究这个家庭当中啊 讲究他们祖上的光荣 啊我要哪一辈哪一辈 那不一样了 讲到我们祖上贪论大师 赛老大师 对你祖上那不一样的 祖上我这是状元 什么将军什么宰相 哎呀 咱们这不是状元将军宰相的问题 咱们皇上 那当然了 阿弥陀佛 佛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 一拍拍传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家族的光荣史 是不是 光荣啊 你说这个家族光荣史 这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种姓 你看这个皇族的人出来 就是不一样的 他如果是蝶系正派的 他就在农村讨饭 他说话就不一样 我们家江山 就这么说的 他哪怕就是在 在在就被别人赶到到处跑呢 他说话都是正 他都不一样的 心怀就是啊 黎民百姓啊 这就是家族传承史 像我们这个 我们也是流落在 索普世界 但是 我们这个家族是 皇族 皇族血统啊 就是 拿摩阿弥陀佛 谍传的 就是一定往上 一定成佛 所以你看这个皇族的人 他讲话就是 念念不忘 他的大 这个江山 啊 就是国土 我们也是念佛 念念不看 我们就是穷 穷歪歪的 没有什么智慧 憋拉拉拉的 因为 我们已经是流落在 苏普世界了嘛 是叫做 龙县 潜滩 被虾系 但是我们就要 志向高远 所以要回归 我们的本国 要回到极致世界 我们家祖上 大摩阿弥陀佛 对不对 我们家那祖上的祖师 善道大师 我们现在子僧 念佛往生称佛 哪有还在说 穷外师 我念佛 到底能往生 不能往生啊 行啊 不行啊 达到什么程度啊 一看 哎呀 你就是 不是皇家血统 所以他心里边 就没有这个底气 他想进皇家大院 像做贼一样 哎 这么大 又这高 这个皇家大院 不能去 万一 这不是大回事啊 那我们呢 这进去是 就是昂促阔步 这我们家大院 就走进去了 这个念佛法门 他为什么给你长气 这怎么能不长气呢 所以我们的善导大师 我们的谈论大师 我们的祖师 我们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 不是说你喜欢他 就这样 这个你了解他的法医之后 你就知道 这不是阿弥陀佛化身 你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阿弥陀佛化身说出来了 叫你背一遍 你还不敢背 你还不敢说 善导大师讲的话 别人是不敢说的 说什么 彼佛光明辨照 为观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为观 谁敢讲这两个字 只是看念佛的人 舍去不舍 说 但有专念阿弥陀佛众生 彼佛心光 常照世人 舍去不舍 总不论照射于杂业心者 谁敢这么讲 说杂心杂业 念什么咒 念什么经的佛 通通不照射 说48月 为民专念谜途 名号得生 此经定散门中 为彪专念谜途 名号得生 这些话 谁都 根本就不敢讲 你根本就讲不出来 观金怎么就讲了一件事 说为彪专念谜途 名号得生 经文部明明讲着 十三定官 都修成了 都可以往生吗 他讲这个话 不要以为说 你本事大 有了意 有不了意 有一智 有一识 到底什么是究竟了意 你这样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 善哪大师 这种解释 那是 那是非常高的概括性 所以义高 人胆大 他说阿姆徒自己讲 那有什么办法 那你不服 就是我就是为官专门念 专修念佛 众人社区不舍 他的本愿嘛 所以回去大家 现在我们很方便检索 我们红颜色 有那个 电子版的书啊 你善了大师著作 你找这个为字 你把攸关为字的这个话 你都拿出来 你旁边你看一看 还有专字 为 专 这都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为 他的意义是非常 他的语气非常强烈的 一亿光明相续照 为命念佛往生人 这个为字很多 他不是一个地方说 哎呀 笔物写错了 那么多对方都写错了 所以你了解这个为字之后 你就发现善的大师是多么的强调 专 强调无意 这句话 你把它列出来仔细看 非常的有震撼力 好 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讲义 接下来我们说呢 这个四段 四转的次第 啊 他一定是有次第 次第关系的 称名为宗 故先明六字正英 这上大师的解释啊 不管怎么样 都归向一向专念 无量受佛 那么呢 是于 虽然有两种三昧 观佛三昧为宗 念佛三昧为宗 但是 分开是两个 合起来 还是称名为宗 所以呢 这个呢 放在第一 先明六字正英 接下来呢 说明呢 这个称名 是如比民意志 如实修行相应 并不是那种 呃 这个 不如实修行相应 有疑惑啊 呃 这个不愿往生啊 不是那样的 所以次呢 明 明义 归命无量受决 他是归命相应 称名往生的 归命里面就有发音回向 信愿具足的 那么同时也说明 这个六字名号本身 六字正英当中就含有 归命无量受决啊 法体本身具有这样的意义 那明义是什么 明义就是归命无量受决 虽然称名如果不归命 还不愿意往生 那叫不如实修行 那好了 我们怎么样才能起归命之心呢 能归的归命 以所归无量受决 是人法并章之佛 这样能发起归命之心 所以接下来呢 就说人法 那么怎么能够知道是人法并章呢 就通过十六观 十六观 尤其是第七观 人法并章 其实讲的就是第七观 第七观说是 释迦摩尼佛说什么 说地听地听 善似念之 无当未如分别解说 出苦恼法 说是于始 无量受佛 助理空中 观世音菩萨 大势之菩萨 赤理所佑 光明赤圣 不可剧度 然后佛呢 并没有说话 佛站出来了 然后无量受 这个无一提其夫人 一见到佛 接足左礼 就跟佛一顶礼 当下呢 正无无神法人 什么法 无神法 什么法 出苦恼法 什么法 无量受法 所以这个人法并章 讲到这个法的时候 人就出来 人一出来 马上就得到法的利益 怎么就人法并章 还讲话呀 所以通过明官进 这十六关呢 每一关了解到 他都是讲人法并章的 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大的 框架结构之后 当然这里我们不能细讲 那我们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路子 就说每一关 他到底是怎么能显示 人法并章 我先看第一关 日想观 我看看 能不能看得出来 再看 谁想观 那你每一关 哦 真是 你就越 你就越 你就越看 就越欢喜心 那么关系人法并章 我们留了下面再说 我们再看呢 这几张表 四转当中呢 还有两种三昧 这四转我们给他画成了一个图表 大家看你们的讲义 第一就是明 第二是义 第三呢 是人法 第四是观境 这个明 义 人法 这三个呢 都是念佛三昧 所包含的内容 那观境呢 第四就是观佛三昧 刚才我们解释 梅珠的时候 也解释完了 接下来我们四转 总约 明和义 总约 明义的话呢 第一个 六字正英 这个明 是讲明的 接下来 义 人法和观境 都是这个明当中 所包含的意义 归命无量授觉也好 人法并章也好 医正庄严也好 都是这 南无阿弥陀佛里边 所自然含聚的意义 所以如果分明明义呢 就这么来 来对列 接下来呢 我们看四转的 顺逆次第 就从顺和逆 这两个方面来看他 从顺来说呢 从念佛 开出观佛 前面三个是念佛三昧 最后说 有眼人法者 即是观境 就从念佛 开出观佛 由观佛 归入念佛 观佛是六观 怎么归入念佛 底下我们说 所以呢 也是由念 受观 由观 入念 所以正的次第 就由念佛三昧 就是 总摄观佛 那么呢 逆过来 从观佛三昧呢 也可以入念佛三昧 是循环的 那么如何由观佛 归入念佛呢 下面这一段 由十六观 就知道是 人法并章之佛 观十六观 知道是人法并章 那么由人法并章 这是逆的次第啊 从观境到人法 由人法并章呢 顾起归命之心 这就是 维提其夫人 第七观 见到人法并章之佛 当下归命 正得无声法人 所以这是 由人法到归命 无量受绝 那么由归命 能归 和所归 归命 无量受绝 这就是如比明义 称明 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呢 就跳转到 由这个归命 人法到呢 这个明义 由这个义呢 又到称明 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这是 从观佛 归入念佛的次第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表 无量受 明 下面是义 明 是称彼 如来明 下面义 人法和观禁呢 总的有归于义 这就是如比明义 我们称阿弥陀 如来明呢 是了解 是明后本身 具足归命 无量受绝 人法并章 义正 庄严 总含在六字之中 所以这样 如比明义的称明呢 就是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上大大师才得出结论 以思义故 必得往生 那么这四转的前三个呢 明义人法 它是 直接 就佛明来展开 这后面的观禁呢 它要显明 佛明为晶体 因为 这个无量寿经也好 观无量寿经也好 阿弥陀经也好 它所讲的就是 无量寿佛庄严功德 阿 就是佛 菩萨 国土 三种庄严功德 那么这三种庄严功德 就是经的 全部内容 这全部内容就归在佛的名号当中 所以呢 它这个关系啊 大家就是 这个也启发大家的思维吧 你能看到就行 接下来我们的四转呢 我们约对赞叹门 来看 所以你这样读以后啊 你觉得 祖师的解释 他不是说打好招呼 说 参考 他自然而然的就很衔接 很稳当 就是互相之间啊 天衣无缝 无量寿 有明义人法和观境 这个和天清菩萨的赞叹门 云和赞叹 口叶赞叹 称笔如来明 如笔如来光明志向 如笔明义 欲如实修行相应故 这段话非常优美的 我们到了时候还会再解释 非常好 这段话其实呢 是善尔大师解释 无量寿的时候 就是把 他四段 就跟这个相应的 第一个解释明 是称笔如来明 六字正英 第二意 就闺蜜无量寿绝 还有人法并章 这是如笔明义 观境 如笔如来光明志向 所以第七关 第九关 这个还有诸观如来的光明智慧之相 展现显现在呢 十六关当中 所以这样的念佛 是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这样你的底角对照啊 你就会发现 非常的贴切 好 我们今天这堂课呢 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